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海迁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就是那家阿弥陀佛 看课本309页讲到这里 现在讲到的是持戒入施 施罗波罗咪 前面说到戒最主要的就是不损害别人 不伤害别人 他说施戒重放本 恶趣亦贫亏 持戒三上本 真上绝定胜 为他尽失我责入离大圣 那这个基本上 第一个说不持戒 有什么过犯 不持戒会怎么样 为什么要持戒 那么持了戒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不持戒有些什么样的过失过患 持了戒有些什么样的殊胜功能 那这个就说到为什么要持戒 我们常常要问这些问题 为什么要学佛 不学佛有什么损失吗 学了佛会增加什么吗 有什么好处吗 那为什么要持戒 第一个要问的就是这个 那么不持戒有什么过患 那么持了戒可以有什么样的功能 那列外加来说要怎么持戒 要持什么戒 那么底下这个记事说 因为他这里是大圣的六度波罗蜜 所以他一定要讲到菩萨是怎么持戒 菩萨持戒的原则是什么 所以就为他尽失 为了众生 利益众生 那么来持戒 这个是这个记 好 那我们来看他解释 为什么不能受持戒戒 就是说有些人不愿意持戒 不能受持戒戒 那是因为不知道犯戒的过失 就是不持戒的过失 重点是这样 那么你不持戒 那么就是犯戒 那犯戒基本上 因为这里主要讲的戒 戒我们知道主要有三大部分 道德规范 这个是信戒 那么重点在这边信戒 尤其是菩萨戒 它是以信戒为主的 那另外一个是团体的规约 还有一个是生活的准则 那这两个基本上不一定伤害到别人 那团体的规约就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住 那么就没有伤害到别人 因为比如说你讲话大声 然后影响到别人睡觉 那你如果自己一个人住 那么你讲过大声都不会影响到别人睡了 那么它有一些戒律是你在团体里面 你要这样做才不会互相有不好的影响 那么伤害到别人 那或者是你生活上你的这一些威影 那么或是那有些人看到了会极险 种种这一些生活上就是不庄严的部分 但是菩萨的重点在利益众生 当然这些能够做到也最好 但主要在信戒 就是杀到一万这一边 好 那犯戒的过失 持戒的功德 就一般不知道 那所以你才不会想要去持戒 那在台湾跟台湾比较常见的就是 大家不敢受戒 那就是说他知道持戒很好 但是他一想到犯戒就很不好 所以虽然持戒很好 但犯戒很不好 那为了避免犯戒 所以干脆就不要去受戒 但是不受戒他也要持戒 就是说并不是说你不受戒 你犯了你就没有过失 不是的 你就没有过患 不是的 但是大多数的人是这么想的 就我的经验 多数的人是他们 他认为持戒是好的 他知道持戒有功德 但是他害怕犯戒的过失 罪了 所以我只要不受戒 我就没有犯戒的过失 我虽然去受戒有持戒的功德 但我不受戒 我就没有犯罪的过失 好像你不受戒 你犯了这次杀到淫忘 你就不会剁三二道一样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不敢 尤其是佛教徒 在佛陀时代 几乎没有那个不受五戒的 在家居士 没有不受戒 那都是受五戒的 那么后来慢慢慢慢就有一些人 看有些东西做不到 那他又想学佛 开始说 五戒不用全受 受四条戒 受三条戒 受两条戒 受一条戒 甚至没有受戒 我就三规一就好 甚至我也不三规一 我觉得我有余耶稣 我就学佛就好 开始就有这样的 我们说开元 或是说这样的方便 但是实际上 你这个其实也是你不了解 第一个什么是戒 为什么要受戒 为什么要持戒 其实你不了解这样的道理 好 我们来看 他说众戒 那就是信戒 信戒就是道德的诡犯 我们说戒有三 一般僧文戒有三大部分 比如比丘戒来讲 那么主要是三大部分 那么我们叫做律于戒 就一条一条的戒律 他只要有三大部分 有三大部分过程 一个就是道德规范 道德性的 这个就是信戒 一般我们说的信戒 另外一个就是团体规约 我们叫做深团的规约 那其实都是团体规约 就是大家住在一起 那么要互相帮忙 那么不要互相障碍 团体规约 那个就是因为大家住在一起 而必须要有一些规定 那么这哪里都一样 你在学校住宿 他一定有一条住宿规约 几点以前要进门 几点以后不能出去 他有门禁的时间 还有要保持整洁 要怎么样 洗衣机要怎么样 好像就有这些 因为这是大家共用的东西 共用的环境 那么你如果完全依照你的习惯 有些人就不习惯 就会伤害到别人 像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时间到了 他有旧情的时间 那么时间到了 你就不能再出门 你就不能再出去 你要不要睡觉不管你 你一定要躺在床上 为什么 因为三四十个人住在一起 大概有三十几个住在 上校铺住在一起 等一下这个9点进来 等一下这个10点进来 等一下这个11点进来 等一下12点进来 那个比较不容易睡的人 他就都不用睡觉了 所以时间到了10点 9点 比如说9点半的安板 那么安板了你就要来 就有寝师长会来查 你就一定要睡在这里 你不睡你也要躺在那里 你不可以进出的 进出等一下很多人清明 睡不着 这个情理就是团体归约 那要保持干净 那么你不爱整洁 但是你随便乱丢 你就会障碍到别人 障碌 有团体归约 另外有一个就是生活的准则 规定你 那么要有威脸 衣服要怎么穿 走路要怎么走 不要灭威脸 人家会激险 这个出家里怎么这个样子 这个修行人怎么样 这个佛教徒怎么这个样子 就好像说我们有时候佛教徒也会有 佛教徒要怎样这样 不然说佛教徒怎么这么贪心 佛教徒脾气怎么做不好 就有一个生活准则 基本上这三大部分 那这一部分道德规范 就是我们说的信戒 那么就是信戒的部分就是 不管你有没有受戒 你有犯 他就有过失了 那责戒就不一定 或是其他就不一定 那么所以他这里讲 重戒就是信戒 不问有没有受戒 犯了都是罪恶的 那犯了就是信罪 信戒基本上就是制定你不要犯的 你犯了就叫做信罪 罪 那么罪就是一种果报 我们叫做罪报 我们叫做罪报 罪当然就是有你造作 杀到以外叫做业 你造这个业而有这个罪 那因为你有你造作这个业 比如说这个信戒主要是杀到以外 那么你由造杀到以外 那么有这个信罪 就是有这个罪 那么这个罪 它就会产生所谓的果报 比如说杀生就短命多病 偷盗就贫穷卑 假设这样 邪言就倦属堕乱 那么你这样的罪产生这样的果报 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免除的 不管你有没有受戒 你都有这种罪 只要你有这种罪 那么它是没有 一旦有了这种罪 它是没有办法消除的 那我们就是 中国的佛教徒习惯灭罪 我们最常有的观念就是灭罪 参加很多法会 送很多经 送很多奏 灭罪 就是特别是灭重罪 像所谓的灭五一十二的重罪 一切不能毁的 一切不能忏的 还有灭定耶灭重罪 灭耶灭罪 那耶是定耶 就是我们习惯有所谓的 哪一本经 哪一本咒 哪一尊佛 哪一尊佛 哪来念他的名号 念他的咒语 念他讲的经 那么或是集合这些佛 千佛 拜千佛 拜万佛 拜八十八佛 反正就是集合这一些 有力量的佛 一尊佛力量不够 一千佛 一千佛力量不够 三千佛 反正就是集合这些 有力量的佛 集合这些 找出最殊胜的众 找出感应最好的佛夫杀 我们来念 来拜 来受 就能够灭重罪灭定业 其实我告诉大家 在佛法上 业不能灭 罪也不能灭 你用什么方法都没办法灭 那怎么办 佛法其实不讲灭重罪灭定业 灭什么 灭烦恼 灭烦恼是唯一可灭的 佛法其实重在灭烦恼 所以他从阴下手 烦恼 烦恼才 烦恼才造业 灭烦恼是什么 受罪 受苦 果报嘛 就受罪 灭烦 灭烦跟受罪之中 灭烦会受罪 这个业要成熟 要成为定业 所以业有定业有不定业 不定业就是业还没成熟 有定跟不定 当然他还有死定报不定 报定 报定时不定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基本上来讲 定就是决定要受报的业 叫做定业 但是还没受 还没受 但决定会受 决定会受罪的 决定 已经决定会受罪的 我们叫做定业 那么一旦 一旦受罪了 一旦要决定受罪 或一旦受罪了 你是没有办法消除的 就算阿罗汉 就算佛陀 这个业已经成熟 已经成熟了 已经成熟 那么就决定要受罪 这个受罪就受罪了 那么已经决定受罪了 或是已经在受罪了 他就没有办法不受罪 他要等到这个报完 比如说我们是人 我们是人 是因为有人的业 那我们这个身叫做夜报身 那什么时候会晚 等到我们这个夜晚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托离 就算你现在修禅定 你还是夜报身还是在 要等到这个送命界 你这个夜报身晚了之后 你才升到色界天去 你也不能说 那我现在已经修色界天的夜 那我要托离这个异界的身 我要到色界天去 没有 这个夜报身还没完 他没有办法 要等到他晚 所以我们其实是没办法灭罪的 罪就一定要受 那你说那忏悔有什么用 那还要忏悔吗 还要修功德吗 有用 他会让你的罪 他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罪已经决定要受了 你可以重罪轻受 那为什么重罪轻受呢 因为你的心不断远 他就越来越重了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灭业 也没有办法灭罪 其实是没办法的 我们唯一的灭的就是灭烦恼 因为烦恼是因 那么因造业 他成熟 要成熟了 那什么时候又成熟 你不断的烦恼 你就成熟了 就是你同样的事情 比如说你杀神 那你起任心 你不断杀不断杀 就算是杀蚊子 是杀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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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 你不断杀不断杀 瘦瘦杀 他清烈会变成重烟 因为瘦瘦做 那么心又有 这个心又增强 那么这样 他就开始 这个业 这个业已经成熟了 你也不能让它消失 甲死百千千 手造业不枉 因缘不惠一时 果报还施受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业 除非他受报 除非他受报 不然他永远不可能消失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他都不会消失 除非他受报 那这样怎么办 简单 你不要让他成熟就好 你 比如说振了阿罗汉 那么振了阿罗汉的人 他过去一生造很多业 又到的业都有 我们还没正出国以前 我们还没正出国以前 都有三二道的业 所以才有轮回 才有轮回三二道的可能 都有三二道的业 只是还没成熟而已 我们也有升天的业 只是还没成熟而已 那现在这一次 看我们三二道业的做得比较多 我们畜生业 恶鬼业 地狱业 还是升天的业 那么这些造得比较多 那么如果你这一生 那么你升天的业造得多 那么那个升天的业 善业就容易成熟 如果你在 你在这个护生这一边造的业多 不杀这一生造的业多 不到这一边造的业多 那么你这边的业 善业就容易成熟 善业容易成熟就容易收报 那么你这一生 过去生就有三二道的业 你这一生再继续做 那么看你做什么 那么你同时造 恶鬼跟地狱 跟畜生跟人 天的业都有 但是你要看哪一个先成熟 哪一个先成熟 哪一个先受报 这个受报完了 那些业 你说你现在做人 我们现在是做人 但是我们都曾经造过三二道的业 过去就是现在也有 那么那这些业怎么办 这些业 你是人吗 你还没收出生报啊 没有啊 你也没有收恶鬼报啊 但是你做人的时候 这些出生业 恶鬼业 他会消失吗 不会 不会 他不会消失 那怎么办 如果你有办法一直都不做 那么他就 就是这些业被冷冻起来了 因为他不会成熟啊 那如果你能够这样修 修到正见真上 你永远不会造三二道的业 正见真上就不会了 他还没成为圣者 但是他已经对佛法 非常地深刻的体会 正见真上 他不会造三二道 他会造业 他会造恶业 但他不会造三二道的业 那因为他从此不再造三二道的业 所以他过去三二道的业 就永远不会成熟 这个木派里面 居者就会把他叫做非责面无尾 就是他因为没有因缘相续 所以他不会再有 那像阿罗汉 他造了很多业 过去是仿佛 但这一生就造了阿罗汉 他造了很多业 他造了阿罗汉之后 他那些业怎么办 路面的业怎么办 业就永远不会成熟了 永远不会再成熟 正如出果他还有业 但是没有三二道的业 那么三二道的业 即使有也不会成熟 那已经成熟了怎么办 重罪轻受 因为心不相续 他只能重罪轻受 不可能不受 他也只能业怎么样 让他不成熟 不可能不可能灭除 你只能让没有成熟的业不成熟 已经成熟的业 那么重罪轻受 那么没办法的时候 他就变成 你因为你的心已经解脱 你能做到生受心不受 就这样 生还是在受罪 但是心不受罪 你能够这样 就叫生苦心不苦 你就是圣者能够做到这样 那如果没办法的时候 那么就是 你透过你不断的努力忏悔 因为你的心改变 他能够重罪轻受 他也不可能不受 如果成熟 那么要受还是要受 我们不可能透过送经念佛 拜佛把罪灭掉 我告诉你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说的灭罪是 这个业还没成熟 那么我们让他不成熟 那么让他不成熟 他就不受罪 那跟灭罪差不多一样 其实但不是灭罪 罪不能灭 业也不能灭 唯一可以灭的是灭烦恼 所以我们有时候参加法会 很容易就是抱着这种 我去参加法会 那么借着这个佛菩萨 跟这一些修行人 就能够把我本来的罪灭掉 不是 只有你自己能够消除你自己的烦恼 甚至阿罗汉 都不能够灭除自己的罪 他也要受过 他都不能办法灭除 但是他能够让自己不再造罪 灭了烦恼 能够让自己不再造罪 那么不再造罪 那么第一个 已经成熟的业 他就受报 安心受报而已 所以他会伸受心不受 第二个还没完全成熟的 那么他就会重罪轻受 那么第三个 没有成熟的 他不会再成熟了 不会再成熟了 他就不用受报了 那并不是他的业不存在 他的业还在 但是因为没有 不会再成熟的等同没有 类似像这样 所以这个是佛法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认 都是比较有那种灭罪 灭业的思想 就看有什么咒 拜哪一尊佛 念什么经 念什么咒 就可以把我的罪念一念 就好像拿扫把扫一扫 这个灰尘就不见了 好像是这样 其实没有 不能这样 你唯一能灭的就是灭烦恼 因为烦恼才造业 造业才受罪 那你要从烦恼面 那烦恼 你过去已经造了 你已经造了 现在开始不再造了 那么 他的 他那一种相续 成熟的力道就比较弱 就别那么快成熟 就好像那个水果 那么摘下来 你不要让他那么快成熟 你要放进冷冻裤 那冷裁体 让他不要那么快成熟 那你用水 你把它封起来 他就永远不会再牵手 也不会烂掉 因为他已经封起来了 好 我们看 他说 那么信戒不问有没有受戒 犯的都是罪恶者 所以有的听了犯戒的过失 而不堪受戒 老师下面四个字 这说极为可笑 好 那么一般来讲就是怕犯戒 但是实际上你说的话 那么其实你不用怕犯戒了 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他说实际上 外衣三宝的加持 那么这个并不是说你归三宝 三宝中就明明给你加持 不是 那么 一般我们说的微得力价值 它是说 你学习了佛法之后 佛法常常存在你的内心 意念受持 你受持佛法之后 加工用行 那么他本身佛法对你有力量 改变你的观念 那么你的观念改变 你的行为就改变 你的行为改变 那么他就能够离二向善 那么他自然 他自然依这个夜报的理则 他自然而然他就会有力量 所以那么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说 外衣三宝的加持 就是你意念三宝 念佛 念法 念生 你念佛 你常常处在绝兆之中 你分别善恶 那么你知道哪些应该做 哪些不应该做 哪些应该说 哪些不应该说 平常应该想些什么 那么这些你知道了 知道了之后 那么你心中有佛法 那么有佛法就产生出力量 所以这个本身看起来是佛的加持 其实是法的加持 所以后来佛头不在了 那么阿难说那佛不在了 那我们怎么办 好像没有佛 我们就没有人保护我们了 佛头说自一子 法一子 就是说以法 真正加持你的不是佛 是法 所以佛对我们最大的加持 就是跟我们说法 那我们明白道理 那你自己依照佛法去做的 佛有在身边 连在身边都是一种加持 你依法 你念佛的名字 没念佛的名字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就是你有没有依着佛法依教奉行 那你念佛的名字 也是为了要恭敬佛 意念佛是为了知道 佛之所以值得我们恭敬 值得我们意念 因为他有法 他知道真理 他知道究竟的真理 能够利益我们的道理 他知道 如果佛没有具有这样的特质 那我们念佛做什么 我们可以念爸爸妈妈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念佛 爸爸妈妈对我们更好 所以念佛是因为佛的大智慧大慈悲 那么他本身有很大的力量 但是我们并不能说 他的力量就可以给我们 但是他告诉你 你从哪里可以获得这种智慧跟慈悲 从哪里可以获得这种力量 你怎么做就会有这种力量 那么就是说 包包说 那你怎么做可以得解脱 你怎么做可以离苦 你怎么做可以灭烦恼 你怎么做可以不起烦恼 其实是这样 那么你只要不起烦恼 你就没有烦恼来的过失 那你就有没有烦恼的功德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是最主要的 这个叫做三宝的加持 有佛 有法 有身 那佛法身 这我们要知道 三宝 我们不要误认为说三宝加持 我皈依三宝 以前我们都这样嘛 刚皈依的时候都念嘛 皈依佛不多地义 皈依法不多会鬼 皈依身不多畜身 那么我们就会认为 只要我有一个皈依症 我这个造义鬼 皈依了三宝之后 那我就不多三宝道了 没有 没有这么好 如果是这样 那提伯道都为什么多地义 提伯道都不止皈依 还出价 还亦否出价 那为什么多地义 还不止提伯道 还有很多个 那你说你三皈依就不多 不多三二道 那他怎么 他怎么多三二道 这个皈依是皈依相依止 依止佛 依止法 依止身 我们是这样 我们三宝是佛法身 佛法身 那么三宝里面 其实是以法为核心的 以法为核心 因为佛是悟得这个法 身是学习佛去悟得这个法 佛如果没有这个法是什么 法当然就是真理 我们叫做实相 那真理当然包含很多 什么才能解脱 那么真正 有 第一个有没有解脱 第二个 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得解脱 那先讲有没有解脱 那当然各个看法不一样 那是有解脱的 有凡有胜 那依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得解脱 修禅便 修苦行 那么拜佛 那么念咒 哪些方法可以得解脱 那么这个佛有真正的方法 真理 那么佛是悟到真理 才叫做佛 所以他叫做觉者 觉悟真理的人 他是觉悟真理的人 佛的意思 佛就是佛陀的 佛就是佛陀的简称 他是觉悟真理的人 觉悟就是彻底的了解 就是很深刻很彻底究竟的了解真理的人 那有些只了解真理的一分两分 这个还不是佛 那 所以重点是这个法 那法的形式就很多 我告诉你真理是什么 如何去证得真理 一个真理是什么 什么是真理 那如何去证得真理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法的内涵 告诉你 什么样才是正确 这叫证件 那么你怎么样去证得这个真理 你证得真理你就不再生死了 不再苦了 因为我们会受苦就是 我们叫做愚痴无闻 我们不明白怎么样做对我们最好 怎么样修比较好 到底修是要修些什么 做人到底要做些什么 平常要做些什么 应该要做些什么 最重要是做什么 这些很多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会痛苦 基本上就是想错了 做错了 我们认为这样比较好 结果出来 这样没有比较好 而且不但没有好 而且还什么 更糟糕 还有 反正就很多人都像这样 这个佛法都叫做愚痴无很反复 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 没有智慧 佛是一个智慧的 觉悟真理的 我们说 那么讲到真理有很多种 世间的 出世间的 讲到最究竟当然就是缘起无我 佛是觉悟到出世间真理的 世间真理 世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 以前是怎么样子 怎么样的样子到现在这样 那以后会怎么样 反正展这些现象背后的理则 生命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我以前是在哪里 我未来会到哪里 这个就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都包含在法里面 佛陀是觉悟到一切事物 一切法真理的人 所以叫做一切事物 这个世间的一切现象 没有一个能够迷惑他 他看得清清求求 那么生 生是佛地址 佛地址的集合 佛地址 佛地址是依着佛学习的 为什么要依佛学习 像我们也是佛地址 在家的跟出家的 又波社又波尔 比修比修宁 都是佛地址 那么广义的来讲 师重地址就是一个圣化 那么这个生是依着佛学习 为什么要依佛学习 学习佛去觉悟这个法 所以佛是告诉你 佛是悟到什么 悟到什么 缘起事定 那是什么 那你告诉你怎么样去悟的 一切定会 你要持戒 像现在就讲到持戒 那现在是讲大圣的 是六度 那么去探讨佛为什么成佛 跟佛地址之间的不同 佛到底都修些什么 才先成佛 所以他告诉你最主要就是法 所以真正的加持 不是佛 不是菩萨 不是阿罗汉 真正的加持是法的加持 你照着这样做 自然就如是因如是果 你照着这样做 自然就有这样的功德 你不照着这样做 就算你念佛 念法 念生 你念佛就是口念 但是心里面 意念 念胆 念生 念痴 那么依然没有这样的功德 念佛最重要就是测发我们 向佛学习的信 所以你要念佛 想到释迦摩尼佛 就想到释迦摩尼佛 就想到释迦摩尼佛的伟大 释迦摩尼佛哪里伟大 自觉觉他 自利利他 他有慈悲 有智慧 他怎样 像我们拜佛的舍利也是这样 他是另外一种念佛的方式 那么就是意念到佛陀的身教跟原教 深深的影响我们 让我们不自觉的向他学习 那这个就是 所以三宝的加持力 那法的加持 那么你自然 自然而然 你依法修行 依法修行 你只要依法修行 你就自然得到法的加持力 就好像你照着做 你就自然获得那样的作用 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不知道 那又没有去学习 所以要多闻心息 以至于我们一直在错误之中 一直在受苦 一直在起烦恼 造恶业 然后受罪报 然后因为罪报又起烦恼 起烦恼又去造恶业 然后又受罪报 所以佛法把这个叫做轮回 户业苦 户业苦 只是有时候烦恼比较重一点 造的业比较 烦恼比较重 造的业比较多 或是比较重业 受的苦就比较重 只是这样 有时候烦恼比较轻一点 然后造的业 没有那么轻 那么受的罪报 也比较轻一点 就是这样而已 那么但是都不断在三界六道里面 这样转 这样转 有时候好一点 有时候不好一点 只是这样而已 从来没有离开过 那么但是佛法告诉我们 我们有机会可以离开这种轮回 但是第一个先要控制你的烦恼 因为烦恼是个意思 苦情灭倒 先要控制你的烦恼 那么控制你的烦恼 前面一定要先觉察 你有什么烦恼 所以我们说不是灭罪 不是灭业 佛法就讲灭烦恼 那你不灭烦恼 你只天天想着要灭罪 念这个经 念这个咒 念这些尊佛 可以灭罪 可以灭业 我告诉你 无有事处 没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也就是法的力量 那么法的加持就是依法修行 那么你依法修行就有所谓的法力 那么你对佛法的理解透彻了 我们叫做法力无边 每一件事 每一个现象 都不能障碍你 都不会让你起烦恼 这个就是法力无边 就是没有局限 没有障碍 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每一个现象都不会迷惑你 都不会让你起烦恼 那么你就具有法力 有佛法而带来的力量 那么你非常的冷静 非常的有智慧 非常的理性 那么又不失慈悲 那么这样的力量 就是你当你有佛法的时候 那么你的这个慈悲跟智慧 自然而然的生起来 这个就是法力 那我们不是 我们就是不懂 那么我们意为这样 我见我爱的加持下 那么我们的烦恼 游览而生 那么你佛法的加持下 你的慈悲智慧 游览而生 那么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是最 就是凡夫跟圣者最大的差别 那么你有天文有智慧 那么你就会学习 就是说我还没做到 我还是会起烦恼 但是我乐于向佛学习 我想达到像佛这样的情境 慈悲智慧 所以我带着学习的心向佛学习 听佛教我们要怎么样做 我要怎么样做才可以像你这样 那佛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做 才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所以我们是带着烦恼来怎么样 来控制烦恼 来消除烦恼 因为我们有烦恼 如果我们没有烦恼 我们也不用消除 那我们学习怎么样 怎么样控制烦恼 那先了解到底什么是烦恼 我们有些什么烦恼 那就学习 我们起烦恼的时候 觉察到我们有起什么烦恼 然后就开始学会控制烦恼 因为你还没有办法不起烦恼 所以你要先学会控制烦恼 控制在一个程度 这个就是解 不让它愉悦过去 因为有时候你说不起烦恼 就不起烦恼 没那么厉害 不起秤心就不起秤心 不起贪心就不起贪心 很难 那么 所以你要先学会控制 因为我们的心长久以来都是烦恼心 烦恼复心 长久以来都是这样 所以它变成一种习惯 也形成一种业力 那你现在要把它改回来 有一点点难 就好像你用左手拿筷子习惯了 现在叫你拿右手有一点难 但也不是不能改 就是你慢慢慢慢做 一点一点改 所以才要学佛 学佛就是要魂法 那么法可能是从佛陀讲的 可能是这个从佛陀子讲的 佛陀讲的跟佛陀子讲的都是法 因为这些神 这些阿罗汉 这个贤圣神 他所说的还是佛陀说的 从佛陀那边来的 而且跟佛陀讲的是一样的 史利伯阿拉 穆建人 富罗那 因为他们所悟的 跟佛陀所悟的是同等 就是说他了解的道理 他了解是从佛陀这边了解的 所以他了解的 所证的跟佛陀所证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法有可能是从佛陀 可能是佛陀子 或是没有证到的佛陀子 但是他完完全全的照佛说的 在跟我们说 他自己也这样修 那我们也可以 也可以知道这个是法 所以但是法如果没有佛说 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们常常讲佛法佛法 佛说的法 佛是根本 佛是法的根本 但是三宝里面法是根本 佛如果没有觉悟到法 他不能叫佛 佛是觉悟真理的人 法是真理 所以佛是因为觉悟到真理 才叫做佛 不然他不叫做佛 所以他的特点是觉悟真理 那么生是听闻佛法之后 如何证得佛真理 依教修行的人 依法奉行 依教奉行的人 所以前面是如是我文 最后就是依教奉行 一本经的最前面都是如我文 听佛怎么说 听佛弟子怎么说 说完了之后 你了解了 欢喜 了解才会欢喜 你听不懂 你完全听不懂 你可能整个起欢喜些人 不会 你了解了 了解了之后 就是经过如意诗文 那么怎么样 你照着修行 修行了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这本经的加持力 我们说是佛的加持力 因为有佛来说 佛弟子说 说完了之后 你了解了 那么你在照着修行 你就得到这本经所说的功能 因为你这样做就有这样的功能 就好像你这些 这个红萝卜 它是对眼睛好的 你回去怎么做怎么做 吃了对眼睛好 你就回去这样做 如果没有 你听一听你没有做 你也没有吃 那么你就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作用了 你没有吃了 你只是说听了有功德 你每天在念红萝卜 也没有功德 没有功德了 所以真正的加持 是法的加持 法的加持 其实就是依法修行 那依法修行当然要从多文学去来 你要理解 你要理解 三宝 所以我们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讲 说它是三宝的加持 其实是怎样 那你不要误会 我念佛 我拜佛 佛就会加持我 我告诉你 佛真的能加持你的时候 你不念他 不拜他 他都会加持你 他都希望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甚至菩萨都希望能够 带第一个众生受苦 但是实际上没办法 如果佛真的可以加持你 你不求他 他都会加持你 为什么 佛是五眼大慈 同体大悲 他可以加持你 有缘无缘 他都会加持 你求不求他 他都会加持 你求不求他 这个才就是大慈悲 那为什么我要拜他 他才加持我 我念到他才加持我 我不念他 不拜他 他就不加持我 那我拜他念 他就可以得到他的加持 这有点像早期上帝 是犹太人 是以色列人 是 他们是有选民的 就是你是他的子民 他在救你 你不是他的子民 他不救你 不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 佛 佛不可能加持你 佛对你最大的加持就是 他告诉你方法 你依着法去做 那么你就得到这个法的加持 那么这样来说 我们说是佛的加持 其实是这样 那生是依法的 不管是菩萨生 还是罗汉生 还是凡夫生 都一样 那么由这样来听得佛法 那么也得到佛法的力量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三宝的加持 那么你透过这样理解 那么内发深切的誓愿 那么你感觉到三宝的殊胜 那么内心 那么这个决定要跟 要跟着佛以及身 就是佛弟子 那么依法修行 这个就是深切的誓愿 那么修行的第一步 修行的第一步就是持戒 那么持戒让你不落三二道 那么让你站在一个平台上 所以我们想 修行它主要是这样 它最重要的佛法 我们说有所谓的向善 向善 向前头 这我们说过 它第一个一定是 一定是不剁三二道 不会让你剁三二道 那我们说剁三二道是一种罪报 不剁三二道 那你会剁三二道 你剁三二道 你剁三二道 它就是一种罪报 果报 我们叫做罪 那你有这种罪 就前面讲的 你有这种罪 你才会剁三二道 像地上经讲的 会到第一的人 主会造了五无间罪 重罪 第一的罪才会来 你没有造第一的罪 你也不会度第一 你不是说我要去第一走一走 不行 没办法 没有那个业 没有那个业 就没有那个罪 没有那个罪 就不会受那个果报 不会有 那么所以这个叫罪报 罪报是由业来的 恶业来的 业是由烦恼来的 所以先 那你不能不起烦恼 先让你控制不造这个业 先让你不造这个业 你已经造了业 你就不能不受罪报 已经造了业 不能不受 所以我们说 罪不可能业 所以你先不造恶业 不造三二道的恶业 那什么是三二道的恶业 就杀到一旺 那就这样 当然他也有分轻重 也有分轻重 所以他有重罪有轻罪 杀人就重罪 杀动物是轻罪 杀动物里面 杀哺乳动物 跟果啊猫呢 这个比较重一点 杀蚊子张兰这种 就比较轻一点 那你说众生不是平等 为什么还分这些 平等是平等 但是他的作用不一样 你杀人 杀一个凡夫 跟杀一个圣者 罪就不一样 供养也一样 你供养佛 跟供养一个凡夫 供养一个外道 他不一样 为什么 就是佛对众生的利益很大 那么你供养佛 帮助佛成道 佛成道会度很多人 那你帮助凡夫 凡夫也有功德 但没有那么大 那你杀害佛 跟杀害一般的凡夫也度一样 你杀害佛 那当然佛不可能被杀 你杀害一个阿罗汉 阿罗汉有被杀的 你杀害一个阿罗汉 阿罗汉 谁共和他谁救我们吧 那么他跟谁说法 很多人因他得度 那么你被你把他杀了 那很多人不能得度 就好像你杀了一个医生 很多人病人都靠他 那现在你杀了他 那很多人生病没有得苦 没有得看 那是不是跟你有过失 有啊 那一样的道理 那动物里面也一样 这只动物 那么越底下的他离佛越远 离他成就越远 那么他的那个决性越高 你伤害他 那么你就 你就罪越重 其实是这样 那所以基本上 他先让你不造恶业 不造恶业 让你在人天的基础上 往上修 所以你不像善就像恶 你就是两个趋向而已 你不像善就像恶 所以佛法第一个都是让你离三恶道 就是说我现在不是在三恶道 我们现在都在人道上啊 不在三恶道啊 但是你要防止你多三恶道啊 你要预防 这戒是防非止恶嘛 防非止恶 那你预防 你现在在这个人道的基础上 可以往上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道理 你可能就往下了 往下过三恶道 你现在是在上来的时候 可能没有佛法了 或是你遇不见佛法了 你身在邪见家 身在外道家 身为动物 就算你从动物 动物是不可能解脱的 不能 这个三恶道里面很难很难 三途八难都难啊 不要说八难就是说 即使你是人道 你四肢便充 或是你这个身在邪见家 边地 那么即使是人 你都不容易 那所以何况是三恶道 那就更不更难了 所以他为了防止你的身 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曾经学过佛 修过善法 那么恶业跟善业都一样 他都要成熟 他才会受保 恶业跟善业都一样 也都不会消失 你所造过的任何一个维系的善业 他都不会消失 他就等待等待 等待成熟 那也有可能不成熟 你后来就不知道 你就不成熟了 所以才有所谓断善根的这种说法 就是他造了极大的恶业 邪见 所以他的善根 过去所造的善根 就短时间里面 不可能再有任何的任何的作用 短时间了 那么比如说像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跟着佛出家 会跟佛出家的难道没有善根吗 那一定有的嘛 一定有啊 而且他出家几十年呢 佛陀 他跟佛年纪差不多 可能比佛大一点或小一点点 那么他出家几十年呢 佛出家四十五年 佛出家不止四十五年 他二十五岁出家 他二十九岁出家 那到八十岁 起于五十年 五十一年 那提伯达多是在佛成道后 成道后出家 成道后大概六年出家 成道后六年 大概六年后他回乡省亲嘛 他们才出家的嘛 所以如果三十五岁成佛 那么六年后回乡省亲四十一岁 提伯达多在七十二岁的时候 过定义 过二生啊 这大概在那个时候多低 所以如果四十几岁的时候 佛陀大概四十岁或四十一岁的时候出家 到七十二岁 就四十二岁好了 到七十二岁 他出家至少也三十年 三十年 出家三十年 也蛮久了喔 而且他常常听我说法 他怎么会没有善根呢 有啊 没有善根怎么可能出家呢 对不对 那佛弟子不是佛弟子 但是释迦祖也很多没出家的喔 王公的生活 也很多不出家的喔 那他会出家 表示他有这种善根啊 但是后来佛陀受祭他断善根 他要 他要怎么样 他要斗地 为什么会断呢 当然断善根也不是他 过去的善业都灭掉了 没有 他一开始出家也精进修行啊 后来为了得神通 也努力修禅定啊 而且可以修到得神通 那个也要有用功耶 后来 后来替博达都为了得到 拉者斯王的父子 明文力量 但是他也努力修禅定啊 而且也得到神通耶 还可以变大变小 也可以变 那你说那没有 怎么会没有善根呢 那他是有 但是后来渐渐起了邪见 那个善根 因为他会剁地域 剁地域 从地域再上来 那个是很长久的时间 这些 因为在地域 没有造善的因缘 地域纯受报 有两个地方是纯受报 地域跟无色间 他们都不可能造善造恶 恶鬼跟畜生道还可以 但是造的善恶力量都不强 天人也可以 但天人不太会造恶 但也不太会造善 即使有那个心也没那么强 畜生道也会造恶悦 鬼道也会造恶悦 他也会修福报 但是力量没那么强就是了 那所以人道他的 造善恶运的力量是最强的 所以六道之中 人道是上升下降的疏能 决定在人 那他一旦剁了地域 再从地域上来 不是你剁地域就可以直接 地域受完也会上来 没有 地域是果报 下地域的月受完之后 还要到哪里 到畜生道 畜生道 而且提伯达都剁的地域是 无间地域 根本地域 那么这个地域出来还有小地域 大地域出来还有小地域 还有小地域 那么小地域出来之后 小地域出来之后 还要经过畜生道跟恶悔道 他不是直接去做人 地域没办法直接去做人 没办法 像你交互病房出来 没办法直接出院一样 他一定要经过普通病房再观察 因为他还有渔业 我们叫做渔报 还有渔业 这些业还会让他在恶悔道 畜生道 地域已经很长了 然后再经过几百次的畜生道 或是几百年的恶悔道 那么在上海的时候 他那个心 他那个心 那个散发都很稳稳 几乎没有什么力量 但是业还在 业还在 所以他在做人的时候 他还会受到他以前在轨道 畜生道的影响 其实阿罗汉也会 曾经五百次做弥猴 做猴子 后来做了人 然后慢慢经过几次修行之后 他还有那个弥猴的习惯性 跳来跳去跳去的 你像那个牛士比丘 还有那个牛的习惯性 那么这些就是什么 出生道的影响 那么 但是 这是说我们说 这个业它基本上 只要你没有受爆 它就一直存在 那么没有成熟就不会受爆 受完爆 那个业就没有了 但是没有 并不是说这个业就消 因为你还后面会继续造 继续造 就好像我们轮回也是这样 我们有我见我爱 就有经常造这个直取的业 所以爱取有 所以我们就不断生死 这一生完了 月爆生完了 下一生就接着上来 这一生的月爆生完了 下一生马上接着上来 接着上来又受业 受业的当下 像我们现在也是月爆生 受这个人道的业 可是受业的这一段期间 也许是五十年 也许是一百年 我们又不断在造业 那有些是造善业 有些是造恶业 不一定 那多数的人都是善恶夹杂 就善业做一点 恶业造一点 有时候欢喜心 有时候就称恨心 有时候说好话 有时候说不好的话 好像就是这样 多数的人都这样 那么比较善的人 从天上 从天上下来做人的人 他就是善事做的比较多 恶事做的比较少 那是习惯 从畜生道跟鬼道上来的人 二次做的比较多 三次做的比较少 他也是习惯 但是如果你有听到佛法 你就能够起决定心 发誓愿心 所以现在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受戒 受戒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基本上 是受业力的限制 让我们不由自主的 就是不得已 我们常常会有那种无力感 无力感是什么 我知道不好 我知道不应该 但是我就是不得已 我没办法 会有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说我们犯罪 通常是两种情形 通常 那么因为无知 就愚痴 不知道这个是对的 不知道是错的 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善跟恶 在印度就很多这样 他认为杀牛 杀牛既是天神 这个是有福报的 所以没有钱的杀一只 有钱的杀一百只 比较不虔诚的杀一只 有就好 很虔诚的借钱买牛 杀牛来共生 你看 那这个就是什么 无知 因为无知 而造下很多很多的罪 那这一部分是罪多的 那么多文兴起之后 开始知道了 有智慧的 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政见第一个要先明辨善恶 明辨是非就是明辨善恶 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那二就是你要克制自己不去做 这一部分就是贱 这一部分就是贱 但是知道了之后 我知道骂人不对 但是我气起来忍不住 我就想骂人 我知道这个东西常吃不好 但是我看到他我就很想吃 我不吃又不行 我吃少一点好了 我不要吃那么多 像喝酒的人也是这样 赌博人的习惯 他就上瘾 那我们有五义的瘾 摄身相畏处 我们有五义的瘾 欲戒众生本身就是中五义 我们都有一点点像酒瘾 毒瘾那种 就上瘾了 那怎么办 所以你明明知道不可以 但是后来还是做了 还是说了 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就是不由自主 还没有养成习惯 那怎么办 所以必须透过誓愿 誓愿 我发誓 我愿意 在佛前 佛是你最尊敬的 你既然跟佛许诺了 那么你基本上 因为你尊敬他 你不会对他说法 也不敢对他说法 也不想 不愿意跟佛说法 你不愿意嘛 因为佛造主前者就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已经答应佛统 我要做到这样 那么你就会尽量的让自己做到 就好像你答应了这些 你们这一村 或是你们那一边的人 是谁最有力量 你在他面前答应 我不会再怎么样 是你出自内心的 你想这么做 你想跟佛学习 所以我们受戒的时候都这么念吗 如诸佛进行受不杀身 有没有 所以说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受戒 我跟佛学习 我为什么要跟佛学习 佛值得我尊敬 我想成为像佛那样的人 所以我想向他学习 所以如诸佛进行受不杀身 我弟子某某进行受不杀身 当然你受戒之前就是 我想向佛学习 归以佛归法归什么 我不要再愚痴的过什么 归以佛从此过觉悟的什么 我又明辨是非 我要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我要知道真理是什么 我要知道生命是怎么来的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要知道我要怎么修行 那么这些都要向佛学习 要从此学悟的过生活 我不再迷迷糊糊糊过生活 这个是归佛的意义啊 法就是真理啊 法就是正确的 正见 真实的道理 所以从此过正当的生活 那么不会再错误的 就是我们常常在不正确的 不正当的 比如说杀到人望这些 所以正见正式也是会有正理 正见正面 也就是你的观念对了 你就会改变你的行为 你会过亲近的生活 过正当的生活 过觉悟的生活 但是想是这样想 书是这样说 做很能做得到 所以因为很难做得到 所以才要发愿 不容易做到的才要发愿 容易做到的干嘛发愿 不用发愿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在 那发愿有时候会 如果你不是在佛前发愿 那么就是你是向佛许诺的 向佛承诺的 那么你如果不是这样 那么你很容易就 不随着你的愿走 那你一讲到 这个是我向佛许诺过的 好像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许诺过 那么你就会记得 所以我们说 戒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无恥而犯罪 比较多 后来就是学习佛法之后 会有一种现在叫做无理而犯罪 我不想做 但最后我还是做的 我希望我不要这样做 但是我克制不了我自己的烦恼 控制不了我自己的冲动 我还是这样做的 那这部分 这一部分如果要改善 必须透过誓愿 那因为菩萨是 菩萨是 菩萨是难行能行 难舍能舍 难忍能忍 所以他如果没有透过誓愿 他走不远 他走不远 这个就是儒家讲的认重道理 要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坚毅 要有很坚定决定性 而且要有广大的行 这事不能不弘意 认重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所以菩萨都要发四弘试愿就是这样 为什么 不容易 所以你如果不发愿的话 没有这种试愿的话 一般你就算知道了 你还是常常的犯 所以你念佛的时候就想起 我跟佛许诺了 我不能这么做 我在佛前承诺了 我不再做喜 不再做什么 当然菩萨界不只是不做什么 还有我在佛前承诺我要做什么 比如说你在佛前承诺 我从今以后要帮助一些生病的人 所以只要有生病的人 你就会勾起你对佛的承诺 那你就会主动去帮助他 那么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受戒 受戒 那么他会让你的心有力量 所以我们看 所以内发生切的试愿 所以受戒是一种试愿 我弟子某某 那么从今以后不杀生 进行座 一般古戒是进行座 菩萨界不是进行座 菩萨界是进未来进 但是从现在从今日乃至成佛 是这样 那五戒是就这一生 我在这一生的生命里面 我不做什么 我不杀生 不托刀 我不邪欲 五戒是进行座 八官加一戒是一日里面 就不一样 当然五戒你也可以不进行座的 就是说你在这一个范围里面 持五戒 有些方便 比如说我们去监狱 那监狱的人 他在监狱里面 我们去跟他受五戒 那么都是方便跟他说 如果你在这里要关三年 你就三年受五戒 如果你要关十年 因为你在这里也不容易犯戒 你要杀到一望也很难 也不是不行也很难 但是也有可能 但是就是你尽量在这边请受五戒 那你因为他我会怕 我出去我 因为他的个性不好 他会很容易犯戒 但是你这里因缘比较好 比较不容易犯戒 你就在这里持五戒 一年你就一年持五戒 三年就三年 十年你就十年 如果是无期徒刑的 那你就 你就要进行座 这一辈子要关在这里 当然也有可能三十年 就放不出去 那么五戒是进行座 这进我这一生的生命 那八关灾戒 八戒是一日一夜 他是一日一夜 但是虽然是一日一夜 一夜他是瘦瘦瘦瘦 那为什么要允论医院呢 因为他是在家人的时候出家去 那在家人就放假的时候 可以当一天的出家人而已 少运这种 他回到家里面 他没办法这样做 他不搁武昌机 不顾缓关贴 不香花蔓香油做生 就没办法 但是这一天没有上班 在家里面他可以逆五蕴 但是他可以过不死 但是这个 一旦上班 然后在家里面 因为他还有家人 你不能你自己要休息 那家人就要跟着你 跟着你这样 基本上都是你里面 但是你可以 你可以说说说 就是比如说幼灾日啊 两次啊 三次啊 一夜几次 那菩萨戒他就不是了 他是进行寿 所以发誓宴的时候 是这样发的 我一日一夜 怎样怎样 菩萨生 我进行寿菩萨生 那这个就是敬畏来寄 就一直到成佛 你看那个圣茫经 那圣茫夫人 发的戒就是 从今日来至菩提 就是敬畏来寄 一直到成佛 他就讲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 就是成佛 从我开始学佛到我成佛 这一段期间 我都怎样怎样 这一段就是敬畏来寄 从我现在开始学佛 受戒到我 后来成佛 成佛就没有受不受戒的问题了 成佛 成佛就没有 成佛就没有持戒不持戒的问题了 那还没有成佛以前 凡夫 甚至还没有成佛 虽然是菩萨 但是他还有烦恼 他就要持戒的问题 好 我们先下课休息 好 好 好